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学这个双打的防守 我们有双打部分 还有混双部分 尤其是混双的防守 等下我会给你们一些小的套路 还有小的一些回球的意思 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先讲双打的先 这个防守我前面也说了 只要我们的球是往上走的 无论是你或者是你的搭档 挑还是打的高原 肯定是一人站半场 也就是一种左右的防守的站姿 不可能是有一个站在前边 一个站在后边 因为这样的话你起了高原 对手杀左右两边 你们两个人谁都很难受 谁都接不了 所以无论是谁起了高的 我们肯定是形成一个这样的左右的站姿 就是准备对手的杀球或者是防守 打的比方 现在我从这挑 挑完直线 那我就要顺着退回来这里 我的搭档就要往那里站 这样防守 如果我是挑着 我就顺着这里 然后准备防守 然后我的搭档会往那里跑 打高原球一样 如果我在这打一个高原球 那我就回到这 如果我在这打一个高原球 我就回到这 总之到最后 只要球往上走了 你们两个人肯定是一人顾半场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双打的时候防守怎么做 我先说防直线的这个防守的站位 站姿还有准备的状态 打的比方 现在我的球挑到这了 好 我推到这 我是防直线了 我的这个左脚一定会比我的右脚稍微靠前一点点 差不多半个脚掌这么多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变成你就侧着了 好 所以我们的站位 左脚稍微靠前一点 右脚稍微靠后一点 半个脚掌这么多 这样准备 要保证身体是向着前边的 不要这样侧着 这样准备 好 为什么我们的左脚要在前 右脚要在后呢 因为我们打双打 我们都是以反守为主 好 反守在双打当中 它是基本上是没有漏洞的 为什么 我在这也能打 这也能打 这里也能打 上边 反正所有的范围我都能覆盖 但是如果你是用正手呢 你这样站 你用正手啊 如果对手杀你正手取 你是很好打 但是 如果你的对手杀你的反手的话 你是要用正手握牌啊 你现在用反手这样打 你发不上力 而且是很容易被你的对手抓死的 根本打不了 所以为什么防守 我们一般都是用反手为主 好 然后 你们看 如果我的右脚在前的话 我打这个反手区域 可以没有问题 很顺 但是如果我的对手打我的正手呢 这个方向 你们看他一杀 我一个转身 我的腰这基本卡死了 我 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发力的 很别扭的 所以 我们都会选择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这样的话 我基本上 这里也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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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舒服的 可以让我做一个小转体 去接这一边的所有的防守的球 好 所以我们会选择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那我们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准备好了 好 现在对手杀了 一样我们就防 现在我就要说 如果 对手 打我的后场 怎么办 好 一样了 其实你们要这样理解就行了 就是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步伐 都是以蛋打的步伐为主 但是现在我们把所有的 这个移动的范围 缩小到 这一个半场区域 也就是这一个半场的小四方格 打蛋打 我是站在中间 要顾全场 现在我已经缩小 就顾这半场就好 因为旁边那半场场地 是你的搭档顾的 所以 如果 他打我的这一个 头顶区域 我这样准备了 大家注意了 我准备 反手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双脚的脚后跟 还是垫起来 这样防守准备的 我不是暂时的 双脚脚后跟垫起来 是可以让我更好的 随时保持启动 好 我这样准备了 如果对手 打我的头顶区 一样的 我们做一个开合启动 他 然后 推动我的这一个 右脚 一推 到我的左脚 然后做一个 马来步 回来 所以他快速一点 感觉就是 我准备了 这个时候他不杀 他打我头顶 打我这一个 中间 我做一个 但是你们注意看啊 我做这一个开合启动的时候 是有一点点 斜着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的左脚是在前面的 所以 我一做这一个开合启动 这个时候右脚一发力 往后一电 然后推到我的头顶区域 所以他快速一点的感觉就是 再打 再来 启动 电一步 再打 回来 准备 启动 电一步 再打 所以是没有区别 所以是没有区别的 如果他打我正手区呢 我的左脚是会在前面 所以他一打我正手区域 我就 直接一开合启动 推动我的左脚 直接往后推 所以快速一点的感觉就是 跳去后边 再打 准备 他一倒正手区域 啪 左脚一推 开始移动 再打 这一个是 半场区域的后场两个点 这两个点 好 如果对手 掉球呢 你们为什么接掉球 会比较困难 会比较辛苦 首先是你们每一次 准备的时候 然后忽略了 垫 脚后跟 好多球友每一次在准备的时候 都是暂时 变成呢 如果他杀 你是很容易接 为什么 因为这球是近身啊 但是如果掉的话 你要移动 你没有一个启动点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前面强调 你们的脚后跟一定要垫起来 垫起来以后 你才可以更好的做这一个随时保 随时的启动步 然后再去 这一个 接掉 所以打比方 现在对手掉这个区域啊 和单打的步伐一样的 没有区别的 我已经这样准备了 最重要是我准备的时候 脚后跟都垫起来了 好 我准备了 现在对手掉我反手 一样做一个开合启动 推动我的右脚 直接转身 一 二 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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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好不好 哇哦 你们为什么接不了 就是你们忽略的在中间 把脚后跟垫起来的 这一个小细节 那如果 对手掉你正手区域呢 我的左脚已经在前了 做一个开合启动 直接推动我的右脚 做一个弓箭步向前 跳 回来 启动 推 跳 所以它快一点的感觉是 准备 垫起来了 现在它掉回 启动 跳 准备 启动 跳 准备 启动 跳 所以 步伐和单打环节都一样 啊 就是把范围已经缩小了 变成是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十个点 就这样 这一半场呢 也一样啊 如果像我是防直线呢 打完 防直线呢 准备 一样我的左脚会在前 右脚会在后 以反手为主准备 好 对手杀了 我肯定就是 接下来做这些防守的 这些拼抽啊 或者是挡网 这个后期我会讲你们怎么样去做 好 如果 他掉球 或者是打高眼球 和刚刚的步伐全部一样的 没有区别的啊 比如说掉着 开和启动 直接迈右脚 红线步 哈 我只要准备的时候 把脚后跟垫起来就行了 一掉 一起动 哈 挑 正手一样 一起动 迈 挑 看好 脚后跟垫起来 他一掉 启动 挑 好 后场一样 一起动 做一个买步 小的 打 准备 启动 打 正手区域 启动 直接动 打 准备 左脚踩 直接打 一样 没有区别 好 刚刚我说左脚在前 是因为我是右手自拍 如果你是左手的话 相反 你要换成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这样防手 哦 相反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刚刚是防直线的 那现在我要防斜线 怎么办 斜线它就有点区别了 好不好 打个比方 现在我人是在这一半场区域的 我挑一个斜线了 我挑去斜线了以后 我回来防守的状态 你们注意 我不是像刚才第一段这样准备 我现在防斜线 我的身体还有我的状态 一直要跟着球了 我会这样准备 所以会变成 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身体向着球 然后 你的搭档 只要顾好直线就行了 如果我在这里防守的话 变成了中间区域的球 是我的 对手基本上啊 六到七成会杀直线为主 所以防直线的人 只要专注于直线就行了 如果你的对手杀中间 或者是杀你自己的这一颗半场区域的话 都是由我来接 就是随方斜线啊 谁就去接这个中间的球 所以变成我一挑完斜线 我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是这样准备了 用反手 好 如果对手他杀中间 我接 吊中间也是我接 如果打我这半场区域 那当然都是我来接 所以变成我会打完了 回来 这样准备 然后一样的 脚后跟垫起来 然后 放这个中间的球 然后步伐全部 和我们学的这个单打呢 全部也一样 好 相反的 一样的 如果是在这个左半场区域 我挑一个斜线 我挑完了 我的身体 会向着球 我会 变成这样准备 变成我的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而不是这样啊 我会 身体稍微 转过来 向着斜线 这样准备 好 一样的道理 中间的球 我接 吊中间也是我接 然后 自己这半块场区域 全部我接 所以你们就很明确了 变成中间的球 都是防斜线的人去接 这样你们就可以避免碰到拍子 有球我就会问了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右脚在前 然后准备去防守或者是准备去击打 两个意思你要明白的 第一个就是你一间提前判断对手会杀球的位置 打个比方啊 像我挑出去的球 我大概判断他会杀我这一个区域 就是我的防守区域 好 我挑给他 我可以这样准备 他一杀我就 抽 抽完以后 由于是我是平抽的 他是没有办法连去扣杀 他顶多也是抽回来 所以变成我一抽完以后 我有意识的干嘛 我要有意识的向前了 所以我一抽我会这样准备 然后我会有一点点跟上的感觉 因为我这样的站子主要的目的干嘛 就是我一抽我要跟上 然后我人要上到往前这里准备封网 我的搭档就要推到后边 所以我提前判断他会回球 然后我可以抽了跟上 或者是挡了跟上 这个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一般我们会在平抽挡的时候 做这一个右脚在前准备 所以变成我挑完了以后 准备 他一杀我就抽 抽完以后我右脚已经在前 我是有意识的往前跟上 往前压的 给他压力的 变成我一啪 啪 然后挡往跟上 准备 往前 然后我的搭档退去后边 变成我们是从被动的 防守的 转换成主动 换成我要去进攻 所以你如果不清楚 对手会回什么球的情况下 或者是对手的杀球 会比较有威胁性的 你就要 左脚在前 但是如果你提前判断了 我给他特意的 好 右脚在前 他一打我就 抽 抽完我就 做我们的这个兵步 这些步伐 我相信你们也会了 然后 就跟上 这个是有意思的 好不好 刚刚上边都是双打的时候 你的站位 还有一些步伐 最重要是你一跳完 双脚 脚后跟要垫起来 随时保持启动 那现在就教你们混双的 这一个防守 好 这一个混双的防守 主要啊 针对女生而已 因为男生一般 你们也知道怎么样做了 就是跟着我们刚刚上面的这个 双打的站位就行了 最重要是女生 因为为什么你打混双的时候啊 一般你只要起高球了 对面的人 对面的男生 都会往女生去杀的 很少会杀这个男生了 现在我说 这个右半场区域先 打个比方 现在如果你要挑球 听好了 你不要往这个直线挑 为什么呢 如果你往直线挑的话 你肯定会推到这了 这个时候对方肯定会杀你的 一定会杀女生了 好 你往直线挑 直线的角度 会相对来说比较短 对手杀下来的球速 会相对来说比较快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难防了 如果你要挑球可以直接往斜线挑 挑完了以后 准备回来防守 为什么 因为你挑完斜线 斜线的角度会比较大 对手如果往斜线杀的话 相对来说球速会慢很多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后很好的防守 所以要挑球要起高了 全部往斜线去打 无论是你要挑 还是你要后场打高人球 直接往一个斜线打 这样的话你打完了以后 你就防守好自己的这半块场地就好 好 那这个回球的线路你明白了 那怎么样做防守呢 女生只要一起玩了 只要学会等一边就行了 什么叫等一边 打了比方 我现在在这个右半场区域 我挑完一个斜线 我就不用像上边我讲的 这个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我挑完了以后 我直接退回来 对手会往你的方向杀 他一定会往斜线杀 你的身体直接侧一边 然后直接用这个反手准备他 杀你 只要他一杀 你就直接啪 抽去直线就行了 一抽完直线 你直接就跟上 然后举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杀你 他肯定是在斜线杀的 这个时候你再抽一个直线 或者是挡一个直线的话 他从那要跑到另外一边 他的角度就会很大了 所以你等着他一杀 你就抽直线 然后你就举拍跟上 一定要举拍跟上 这样的话 起码你的防守 你还有一点威胁性 你不要说你一挑完了以后 你就在前面这样蹲着 你这样蹲着的话 连机会也没有肯定死了 对手只要杀你这一边 你肯定就死了 所以你挑完了以后 直接这样等一边 如果对手能杀到那么边线的话 那他能力就很强了 但是一般对手最多 会杀到这一个区域会比较多 很少会杀到这么边线的 尤其是业余爱好者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如果对手可以杀到这个的话 就要用你的自身的这个防守的反应 那就没有办法 好吗 因为你本来就是你挑球 基本上都是九死一生 因为你是在防守 你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是我现在给你的方法 也是可以有机会反攻 或者是接到对手的杀球了 那这一个左半场区域呢 只要挑就往斜线挑 挑完了以后 一样等一边 挑完 啪 直接用正手准备就行了 你看我的整个站位像什么 就好像要准备平抽的状态 压低重心准备 只要对手一杀 你注意啊 你一定要举拍啊 不要这样放下球拍 对手一杀斜线 你就直接平抽 往直线打就行了 然后和上面的道理一样 抽完 啪 举拍 马上跟上 这个是一些混霜的女生 回球的线路 还有一些就是意识 所以它整体的感觉是 我挑完斜线 回来 等一边 他一杀 我直接就抽 球拍一定要举 必须必须要举拍 他一杀我就抽 抽完直线 立马跟上 这个时候男生肯定是推到后边的 那你就被动化成主动 这个就是混霜的时候 女生回球的线路 然后准备防守的状态 你只需要学等一边就行了 然后往斜线条 一直往斜线条 然后记着 记着啊 当你处在防守的状态的话 你要有一个意思 只要对手一杀 你立马打出去的球一定是要平的 不要再贪高了 因为你一直贪高的话 你是很被动的 所以它整体的感觉是 我一挑完了以后 我等一边 无论他怎么杀 你别管 他只要一杀 你的意思是什么 啪 我就打一个平了 就一拍 直接平了 就跟上了 这样的话 你赢的几率 胜算的几率就很大 如果说你一直往上弹 那基本上啊 就等死了 好不好 所以 这一个 右半场区域和 左半场区域 我都给你们这一些打法 还有意思了 所以接下来 就要看你们自己 能不能执行到位 能不能记着我说的话 好不好